吳太太的主婦生活 嗨大家 嗨歡迎收看吳太主婦生活的頻道 我是吳太太 我是吳爸 今天 要來拍一個屏東很有名的甜點 是什麼甜點 萬丹最有名的是什麼 豬腳 屁啊那是萬卵啊 你是台灣人啊 說南部 萬丹最有名的就是紅豆餅 紅豆餅 是那個車輪餅的找嗎 對車輪餅 就是每次去每次排隊 每次去每次排隊 那夜市不是有賣嗎 然後你原本去 然後你就想說 我買給你兩顆 買個紅豆奶 就好就回家 就每次去排隊 排到那邊就想說 啊怎麼每個人都買一盒 那不然我買一盒 然後就不想去哪裡 欸有拍吃的都找我來拍 有你的就收視率都很好 那除了我以外 今天我們還有特別邀請到一位 這個美食鑑定專家 他現在本身人已經在現場 我們熱烈歡迎他出來 他也在拍手喔 耶 那我們就把它拿出來吧 首先 這邊 他的盒子長這個樣子 是紅色的 紅紅的 非常的討喜 很有喜氣的感覺 上面就寫著萬丹 紅豆餅 你今天試試給大家看 創始店萬丹紅豆餅 看一下到底是 排隊是在排怎樣的 創立於民國59年耶 如果你沒有吃過的話 他的地址在 在屏東縣萬丹鄉 中興路二段的631號 那今天這盒裡面 欸這每次特化園進 有點快分別 等一下我先講一下 裡面有七八個 那個盒子上面有標了五個口味 五個口味分別是 紅豆 好 冷靜一點 特化原因 花生芝麻 奶油 我最喜歡的 芋頭 還有 雙線的 紅豆奶油 欸 紅豆奶油聽起來很厲害 那今天這個裡面 應該是只有紅豆奶油跟 芋頭 我們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個對不對 剛從 好啦好啦 又吃了 那你挑一個吧 看你吃的是哪一個 這個喔 中間這個 他要吃紅豆一下 這個感覺很紅 你不撕一半 你先撕一半給觀眾看一下 對 然後再給他 我的天啊 失控失控 哈囉 哇 還有彈性喔 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 特化原因等不及了 哇 好 先放一放出來 哇 特化原因 等不及了 謝謝 哇 好 我們來讓他 不會燙 我們來讓他吃看看 人家都說 小朋友是最天真 無邪最沒有心機的 絕對不會騙人 好不好吃看他的表情就知道 好吃嗎 先吃一口嘗嘗 他好像是第一次吃 種甜的紅豆 他好像是第一次吃 有啦 之前讓他吃可能是 一點點的 他要吃 哇 被他認證的東西 覺得好吃就好 排隊也是沒有道理的 那我再來開個奶油 給大家看 奶油 剛剛不好意思有點被壓到 來 絕 哇 哇 OK 一般一般 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我以為是那種會流出來的奶油 可能因為他忍掉了 好好吃喔 我天啊 那個皮好像很薄耶 他料好多喔 嗯 萬單最有名是紅豆 一定要吃紅豆 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去 你可以買那個雙線 好好吃喔 嗯 這邊還有一個色塊的 吃甜點 就是一定要配一杯 羊奶嘛 這邊還有羊奶 這羊奶是哪裡來的 為什麼會有羊奶 這也是在哪裡買的 你小時候我都喝過羊奶嗎 那種訂閱的那種 有 它會送到你家的信號 對 好 這個羊奶呢 它的品名叫做佳沛鮮 它是 百星商行出品佳沛鮮 的羊奶 羊的牛奶跟牛的 欸 羊的奶跟牛的奶 有什麼不一樣 跟人的奶有什麼不一樣 嗯 你有喝過你的母奶嗎 有 它喝起來跟 一般的 那個 牛奶、羊奶有什麼不一樣 我跟妳說有很大的不一樣 因為 外面的鮮奶 都是有經過後製的 知道 就是有 有調配過它的配方 你新鮮的母奶 它是什麼 什麼動物奶 一出來的時候 它那個腥味都很比較重 而且母奶就是你吃什麼 那個母奶的味道就會變成 所以不一定今天你喝這個味道 明天就會變不定 那妳明天就紅豆牛奶 對 明天就是紅豆牛奶 沒錯 但是因為市售的鮮奶 它如果不把配方調整 弄得這樣 像現在這樣子好喝的話 我們一般 擠出來那種的 一包沒有人可以接受那種味道 聽說母奶放一陣子之後 會變成血水喔 是真的怎樣 因為母奶本來它就是血液啊 有血轉換過來的 對 對 因為那時候為什麼生馬路 每天在頭暈霧 都會擠到頭暈霧這樣 一直劈血 好好的一個吃東西的 怎麼變變在講 歪掉 隨便擺動 隨便擺動我們來吃 這個太暈了 這個奶要怎麼喝 就打開喝 然後 最左邊是給妳 因為是沒有口味的 好 今天有三個口味 最左邊的是奶味 你喝 你會巧克力啊 中間是 一芝果 草莓 旁邊是巧克力 巧克力 那我們剛剛已經分配好了 這是 特派員要喝的 這是 露台要喝的 這是 我要喝的 剛剛有 口味 那不然我們現在先喝一個 我覺得羊奶會不會有個羊的味道 會啊 羊騷味 但是如果它厲害的話就會喝不出來 欸 沒有味道欸 就巧克力的味道 沒有味道 這很甜還不開心耶 這個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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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巧克力的味道 沒有羊架味 還不錯 好喝 這個要怎麼樣來拆裡面是什麼調 有什麼味 摸硬度有感覺 對 最硬的應該是玉 我用奶油 這個要最軟的 芋頭 奶油耶 那這個應該是芋頭嗎 那最後咧我們就是 吃完紅豆餅覺得還不錯 然後你看特派遠吃得那麼開心 謝謝 推薦給大家囉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妳要什麼時候說掰掰 哈囉 掰掰 她說英文了 英文喔 好 掰掰 下次再見